如果气温高,柠檬就不容易自然变黄 而我们常用柠檬榨汁调味 喜欢它的酸度胜过香气 所以会选用还没熟透的绿色柠檬 而欧美国家的饮食习惯 喜欢带有香气,可以直接食用的柠檬 因此会等柠檬熟透变黄了再采收 这时柠檬的香气最浓,甜度也较高 直到这些Mega,下次买柠檬时 你就可以更依照喜好选择不同颜色的柠檬哦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 获播0223621968 想投资,你有更好的方法 中租母子索利购 全台唯一可跨品牌投资的母子基金 由专家把关,严选王牌基金 让你自组基金明星队 运用独家庭力,自动增额加码 让资金循环复利,财富有机会越滚越多 3月31日前,申购中租母子索利购 吉祥零手续费 快搜寻台湾第一家线上基金超市 中租基金平台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印象与公开说明书 中租投资金主管机关核准制 营业执照字号为111年 金管投资新资地003号 全世界级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系股银行的事件一爆发之后 接连这个Signature Bank 以及上周的CivilGate 这三家银行的这个crash 我看这个联准会 三月底的这个议席会议 现在是陷入左右为难了 这个升也不是 这个不升也不是 那今天晚上呢 还有CPI CPI也是一大考验 假如说CPI今天晚上呢 超出市场预期的不好的话 也就是说呢 这个数字降不下来的话 那联准会能不升息吗 你不升息怎么压通膨 那问题是你在升 哇那这个市场 现在都已经是资金紧俏到不行了 这个流动性都出问题了 你还在升吗 而且呢 市场已经有呼吁说QT要结束了 这些对这个鲍尔会造成 很大的考验 所以呢 这个华尔街最近 很多人在讲 到底该怎么办 比如说呢 最新啊 这个对冲基金的新王啊 就塞德掌门人呢 他说呢 这个美式的资本主义 正在我们眼前崩溃 那是米国人呢 讲说他们自己国家的资本主义 要崩溃 我都讲得很严重了 那还有呢 就是今天野村啊 要跳出来讲说 昨天是高盛嘛 讲说三月连准会不升息了 但是五月六月七月 还是要各升三马 之后呢 就会降息 这是高盛的看法 但今天野村跳出来更激进了 野村还记得吗 是先前第一个喊说 三月要升两马的 他现在讲什么 三月他讲说不但不升息啊 还要降息了 而且同时宣布结束QT啊 钢五金这样子的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吗 如果真的鲍尔做了这样的转变的话 那通膨不是会更麻烦吗 所以在这个当口上 我看这个联准会头可大了 这个头大了到底怎么办 我们今天赶快来请教专家了 来谈一谈 现在目前这个棘手的问题啊 真的是突然杀出个陈咬金 而这个陈咬金还真厉害了 一下把这个全世界金融市场节奏全部打乱掉 我们今天请教的是 国泰投信指数商品部的陈玉仁 陈主管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玉仁兄你好 阮大哥好 哇这个法人怎么看这次的这个事情啊 不是只有美国银行股叠 日韩 包括这个台股最近金融股也都是这个连带之央啊 嗯对的确是这样啊 那也如同阮大哥之前有在节目上提到 其实这次联准会的步调的确被打乱 原本想说应该是强力升息 那其实目前听起来各家的一个外资报告来看的话 就是有人觉得应该是降息会趋缓 有的人认为还是会强力升息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自己内部的看法是 这一次的系统性风险是还算是可控 因为目前基本上美国的三大部会都在拯救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目前看起来其实投资应该会比较关切 就是所谓的利率 我觉得利率变化在这两天其实变化非常非常大 比股票变化还大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投资人可以开始去多关心 以前大家都看股票嘛 开始去关心债券的资予率的一个谈生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要去记得去看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十年期公债 十年期公债一般来说叫做无风险利率 那第一个就是两年期公债 因为大家资予倒挂太久了 有时候会忘记那个时间 所以两年期跟十年期这个公债的利差的状况 我觉得大家要特别注意 因为现在大家看昨天债券一口气从4% 十年期公债上一拜一口气跌到剩下3.7% 到我看出门前看只剩下3.54% 十年期公债 所以在这样利率大幅的一个波动的情况下 投资人在选择这种所谓的投资商品 要特别特别注意 而且像昨天恐慌指数已经表到五个月的新高了 今天台股恐慌指数也上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特别 这一波要稍微稍微特别谨慎一点 如果也是在股票市场 那你如果在债券市场的话 哇你之前如果买债券的话 相对轻松了 对没错没错没错 好所以这个股债搭配 最近这一次风暴又出来了 包括黄金最近也是绽放光芒 大家想说这个美金到底安不安全在银行领不出来 至少家里放点黄金 对对对没错 黄金涨了 这个黄金冲上一千九 昨天晚上一晚到今天清晨 金价大涨2.5% 这很少见 黄金很少一天可以飙2%多 另外刚刚讲到债券 这个债券的殖率真的是大调 两年债居然跌到4% 这个两年债还记得吗 这上个礼拜还一度冲到将近5.1 创了156年来的新高 居然到昨天最低的时候跌到4% 10年债还一度跌破了3.5 下探到3.4 所以这个债券殖率大幅的往下掉 资金很明显的进到债市去避险 进到黄金去避险 然后这个抛弃股市就对了 所以美股继续重挫 美股继续跌 主要重挫的是金融股 像标普金融指数跌了4% 将近4% 能源也跟着跌 油价最近这两天也是暴跌 所以能源值也跌了2% 为什么能源跌很简单吗 因为大家觉得后面可能 这个金融风暴爆发之后 经济要衰退 所以大家就会问说 那经济衰退的期间 这个债券价格表现怎么样 这等一下来请教育人 还有就是说 这个殖利率这样子跌 它到底反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心态跟现象 其实大概就是一个避险效应 你看发现两年期公债 跟生意公债 其实跌得非常非常重 尤其在这两天 基本上跌得非常重 那主要就是一些避险资金进去 那其实我刚刚也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其实只要三大部位一出来之后 发现银行股是惨跌 结果币圈基本上都大涨 币圈 对币圈都大涨 像比特币基本上都涨蛮多的 就蛮特别 因为反正大家都知道说 之前因为矽谷银行的事件 很多人觉得你们这些所谓的一些币圈的一些 保管银行不是放里面吗 当时有蛮多的 那我发现这一波其实下来之后 大家投资人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大家投资人还是记得要做所谓的资产配置 你会发现这一波从去年到今年 很特别是台湾的自然人 大概买了这个所谓的债券ETF 在台湾的台股市场 这个所谓的债券ETF 台币计价的 买了快1000亿台币 对 那也就是说台湾投资人已经开始习惯 以前都做股票 现在开始会去做所谓的债券ETF 这是info的一个状况 最近很明显流露了 对很明显流露 而且尤其在今年的一二月 光今年一二月 这个零售市场就是台湾在交易所 买进了这个所谓的债券ETF 也高达将近有400多亿台币 那代表的是 这个债券ETF其实已经蛮多人 已经知道说怎么样可以去做一个操作 那我发现台湾在做这个所谓的ETF 很喜欢看奇数图形 对 所以他们现在以前看股价 现在一样都是看殖率的变化 包含时间期供债的一个变化 那你会发现只要差不多时间期供债 在4%以上 这个零售市场这个所谓的 债券ETF交易量就会放大 那在最近大跌 你会发现很多人开始就赚到钱了 就在刺激市场把这个所谓的债券ETF卖出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下来 我觉得投资人以往都会在集中市场做股票 开始有一群人开始会做一些所谓的债券ETF的交易 这个其实也算是聪明钱 对不对 因为其实一二月股市都还挺好的 那个卖掉一些赚钱的股票 然后把资金顺势转进再市区 对不对 所以台湾投资人操作上也蛮进化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债券的殖率 跟联准会的政策利率 它的走势有绝对密切关系 那现在看起来矽谷银行这个事情 要打断联准会的升息步伐的话 即使不如这个野村讲的三月就要降息 而且还要结束QD这么激进的话 看起来联准会再升恐怕也有限 对不对 升息循环应该大概也到了一个末期了 对啊 因为本来今年是说 今年会把它升好升满嘛 那而且大家我看 不管是内外资的一些分析 是说今年是一个所谓的 利率会在很高位置 而且会很久 什么到5.5以上 对啊 然后甚至他说会到明年 才有机会会所谓的降息 就是higher and longer的概念 但是这一波其实是真的打乱了 你看我很难得看到 要在亚洲盘开盘之前 赶快出来心情喊话 对吧 联准会这一次 所以我觉得这次是的确 稍微有稍微打乱一趟他们步伐 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多观察几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 到底市场目前接收度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可以从殖率的变化去关切 那第二部分就是接下 因为你知道联准会基本上不太会关心 资本市场的状况 但是利率的谈升 有关于这个所谓的资金成本 接待成本来说的话 我觉得联准会未来会把它考虑进去 OK 联准会当然最关心的还是通膨 其实联准会对经济来讲 他一定有他一定的义务跟责任 然后金融市场有他的责任跟义务 但是通膨还是他的一个优先的一个使命 没错 那我们根据CME的资商所 他的那个Fate Watch Tour 你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预估 3月22号这个议席会议 利益决议 还是会在生意码 现在目前生意码的几率是70% 就是市场认定就联准会 还是可能因为通膨的关系 还会在生意码 尽管野村已经喊降息了 但你那个Fate Watch Tour看到是 这个会升到4.75到5%之间 那至于说5月呢 那5月现在目前最新的这个市场的看法呢 是会升到5.5到5.25 也就是5月还会在生意码 现在目前几率高达61% 那至于说6月 6月现在Fate Watch Tour看到的是 6月就要这个降息了 因为呢利率到这个4.75到5%了 也就是说6月开始降息了 这真的真的有这个可能吗 因为现在目前看到Fate Watch Tour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6月开始降息 就是再升两码之后6月开始降息 这个降息的部分 其实我们你来说就投信 来说或资产管理业者来说 其实大家对这个所谓的 联组会的利益决策 其实都没有一定的把握 所以大家基本上 可能会从Bloomber的一个点证图 点证图要到3月这次会议公布 对所以我们自己会内部会比较保守 觉得还是要等到3月22之后 我们再看目前的一个最新变化 因为每天市场都在变 不过我觉得联组会他们的大方向 通常不太会做剧烈的变化 除非你发生很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对那重点是提升市场信息 好对那到年底是怎么样 现在目前Fed Watch Tour告诉我们说 年底利率会降到4.25到4.5区间 就比现在目前的利率还要再降一码 换言之就比今年最高利率要降三码 提供大家参考了 这个是现在目前利率互换交易 出来的一个情况 不代表说一定会是这样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变化 谁晓得后面还有什么事情 真的天下太多复杂的事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家一起来 E-Count ERP-1500 会计管理 E-Count ERP-1500 库存管理 E-Count ERP-1500 刚好阮大哥刚好讲过降息 刚好就是买债券最好时期 那经济衰退呢 经济衰退的期间 那个殖利率会怎么变化 其实我们发现经济衰退的时候 通常都是买金融商品 比较好的实际店 尤其在衰退确定 因为我们通常看衰退 看PMIN数字 那你通常衰退的时候 我们会看殖利率倒挂的现象 一旦它开始往所谓的 Titan方向去走的话 这时候是投资债券的 比较好的实际店 那我们通常 我们跟 其实我们回测过去这几年来 大概从193年到现在 其实股债双杀 大概都有40跟50左右 那每一次你要在这个 所谓的紧继衰退前 其实应该是先投资债券 然后最后 等于说现在应该是债优育股 对 然后等到你确定是这个 紧继开始要做複设的时候 才把股票多加一点 到时候再卖一些债 再转去股那边 对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台湾 最近流到债券ETF 我们自己也吓到 就是在零售市场 而且原本的债券ETF 都是受限公司买的 对啊 法人买比较多 法人买比较多 然后大概库存 像目前的债券ETF 库存大概1.2兆 我们本来在去年预估 这个受限公司 会因为这种所谓的利率反弹吗 开始进来做加码 就不是加码 反正是零售市场的自然人 对 那这一波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债券ETF 每天成交量都满大 像都可以成交到2万张到3万张 尤其没债 那你们加这张00725B 我每天成交量 目前其实从去年的10月到现在 大概都有五六千张 成交量 以前哦 去年同期比较 好了我们准备回现场哦 那扩料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占用越人兄一分钟啊 我要跟一位陈仙人讲啊 住在士林区环河北路的陈仙人 然后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说呢 他说有人啊 这个发起一个群组啊 这个说呢 是一个财经技术精进班 叫他加入 说用我的名字发起了 他来问我说呢 是不是有这回事 我更郑重跟所有人讲 我不值得跟陈仙人讲 我没有这种群组 全部都金融诈骗 你要加你就去加吧 我我人在这边 我不是AI 你那个 你对那个群组 那种AI上面的东西呢 你去信他 然后你不相信我们节目 我这个真人在这边 跟你讲的东西 那我也没辙了吗 我们 讲了两年了 没有这个任何协助 大家投资的群组 不管line 脸书 telegram都一样 但是还是有人 就这样写这样的信来 问我说有没有这回事 尽管他的股票 营业员跟他讲说 没这个事情 都是假冒的 都是诈骗 他还不相信 我也只能两个字 叫做无奈吧 最近诈骗非常多 对啊 我们继续来 所以大家买买这个实际 比较可靠的东西 就是这个债券啊 ETF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比较务实一点 我们今天 所以我们今天马上来 自己来请教 国泰投信指数商品部的 陈宇仁 宇仁来谈一下 就是说 不管经济衰退 或者说呢 连准会看起来升息到末端 债券一般来讲 他的表现会是如何 其实大家以往 都不会去看债券 那以前在投资里面 我们有时候就说 我们在投资股票的时候 是看income statement 就是所谓的损益表 那看债券 要看他的balance sheet 自从现在很多公司 没过 有些公司会破产之后 会特别注意 他的balance sheet的 一个样貌 那其实债券来说的话 我觉得要特别 以在台湾购买的话 以往投资人 大概会去所谓的银行 去买所谓的mutual fund 共用基金 那共用基金基本上 大家又会去买所谓的境外基金 那境外基金 他的配息率 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过去以往 不过因为最近这五年 我老实说 就是从最近这三年 从2020年开始以来 今天台湾的整个ETF市场 其实领受市场 其实蛮热络的 所以从去年开始 2022年开始 这个债券ETF 其实就蛮多投资人 进来做的交易 那我看网络上 有一些分享 他们很特别 他们认为在升息的过程中 因为蛮多人做研究 包含很多的社群媒体 包含网红 其实每个人都很努力 在推广 这是所谓的债券 而且甚至都说 2023年是10年的债券 最好的投资时间 因为升息到最后 一定会有机会做降息的 而且这个操盘 就是所谓的联准会 那这样的一个声调 让很多的投资人 的确开始注意到 什么是债券 什么叫做所谓的债券ETF 那债券在台湾挂牌的债券ETF 我先跟大家讲有一个风险 在讲之前 我一定要跟大家有一个风险 就是他有汇率风险 因为我是台币机架 OK 我不要去买美元资产 所以他每天会受到台币升扁的影响 对 这个是要先跟大家讲的东西 那尤其等一下会看到几张投影片 尤其看到第一张投影片 第一张投影片 因为我们之前 这是在这次矽谷银行发生之前做的 所以这个也跟刚刚阮大哥讲的 其实曼多外资已经觉得说 现在的这个利率 像这个第一张图来说 这整个利率政策 大概4.5到4.25 当然已经是2007年以来的 Q4的一个最高点了 那不管是美国公债 或者是投资人员债 大概都在10到14年 都是目前这个利率水准 都是最高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自己综合各家的一个学派 我讲就是学派 都预估应该降息的时间点 如果没有发生这一次的 所谓的矽谷银行的话 应该都是在明年做 所谓的第一阶段的降息 叫做象征性的一个降息概念 那只要降息前半年 也就是说利率最高的前三季 大概你就可以去做投资 这个所谓的债券ETF 那比如说像第二张图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 过去投资等于债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价格平均 平均 这是美国投资等于债的指数 大概都在104块 过去10年 可是你会发现 最近大概都跌到95块 90块 非常非常便宜 所以我们回测过 如果你在95块以下的 用这个所谓的指数价格 第三张图来说的话 你大概在持有一年之后 到期 不要到期啦 就是持有一年后 你的报酬率 你会报酬大概可以到达16% OK 左右 那所谓投资等级 基本上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区分跟非投资等级呢 这个基本的概念 投资人应该怎么去筛 投资等级基本上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综合所谓的三大新品公司 那我们这个投资等级在0075B呢 它是选择所谓的BBB 这个trunk 因为一般来说 在集中市场挂牌的ETF 债券ETF 我们简单区分三大块 一个叫做高性品的公司债 我们叫做A级公司债 那它里面的成分债 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比如说像Apple 像Amazon 像Microsoft 那第二种叫做BBB 投资等级债 那这一部分 因为它是投资等级债最下源 但是又不是非投资等级债的东西 所以它的益有基本上是相对高 它大概都有在5.94到6.1%左右的一个到期值日率 那第三种叫做产业债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产业债 比如说像公用债 像医疗债 这种东西 我老师跟各位零售市场投资朋友讲 这种东西是属于法人商品 老实说比较少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商品 大家可以试着去看看 了解就是所谓的金融债的ETF 因为毕竟里面看得到比较有名的东西 刚刚我看阮大哥有讲到 BOA 这里面也是有 金融债最近大家惊惊了 因为这些银行 银准会是讲说我不保债券 银行发债的部分 如果违约我不赔 他有讲说股东跟持债人是不赔的 没错 所以金融债你在做投资选择的话 我觉得金融债你可以放在最后一部分 再来做投资 那A级公司再来说的话 基本上是比较稳定 他比较稳健 但是不要忘记了 他因为跟公债相关系数比较高 所以他的其实波动 我觉得没有美债高 像美债大家以为 美债20年的波动度不高 其实美债波动度非常高 年花差不多20 21% 对 那也是一个机会 对 所以说美债很多人会去做trading 做交易 但是投资等于在搭市的就是买着 然后我们把 不管用定期定额 或者是买着放着 我觉得放个几年都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但是美债 如果你要去做的话 记得你要看这个所谓的利率区间 对 所以应运而生 我看到各家投信都有推这个投资等级债的ETF 对不对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筛选呢 以及 现在目前是即将结束升息循环 胜货后面可能经济衰退 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环 这样一个总金环境下 我们该怎么样可以预期 这些投资等级债的未来的一个价格的走势呢 其实就是看到最后一章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自己内部是想想 就是我们在推这个所谓的债券ETF 刚开始台湾的债券ETF在推的时候 其实是法人商品 那最近因为债券市场很热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这个债券ETF的一个所谓的比较几个要点 大家可以去看 在选择ETF的时候 那以BBB这个等级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你的值率稍微要高一点点 比较票息率大概在4.5%左右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单一产业基本上是绑在20% 顶部是上限到20% 所以我们的产业基本上比较分散 大家记得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比较稍微安全 因为你比非投资等级债的违约率稍微要所谓的低 低蛮多 尤其今年投资等级债的违约率其实是蛮低的 那第二部分来说的话 大家在选择这个所谓的债券ETF 我觉得要注意到成交量 你不要买了结果你卖不掉 流动性 流动性很重要 我们家7LB流动性大概每天都有五六千张 我觉得还算一张是三万六三万七左右 我觉得还算流动性还不错 三十六块左右 对三十六块左右 所以最近稍微有上来对不对 价格稍微有上来 有啊 但是我觉得波动最近因为我觉得利率谈真的太快了 然后我觉得又跌下去很快 所以我觉得它波动其实是有的 那买债券ETF 台湾的债券ETF大部分都是基配型 对所以说你可以选择有像有我知道有一些网路部落客会推荐说 他一次就买三档啊就把配器 每一季都有 对哦 对就是这样 那我们家因为我们家目前有一档ETF是比较热的 就是00878嘛 对永续高股息 所以永续高股息的配型时间是2581 对 那那个所谓的725B基本上是1470 所以你基本上你如果买着两个叫做股债配的话 基本上一年至少也有六四配型的 OK 对对对 所以这等于说快越越配了 对对对对 等于说股债搭配的ETF的这个配型策略 对啊没错 这个其实蛮适合需要现金流的人 对啊 尤其现在现金流非常非常重要对好 所以基本上这些方向就提给大家参考 其实在这个金融市场变动那么大情况下 ETF相对它的波动会比较小一点 对 个股一天跌个5%6%的都很常见 对 当然利润也是一样啊 你个股一天涨个5%6%也是很常见 那就要看你自己心脏够不够大科了 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财务规划的策略跟原则是走稳健的 还是走什么样的方向 还是说你都有 你既有这个比较冒进的冒险的也有比较稳健 也稳健的话那ETF在债券的部分 我个人是觉得 现在目前不管未来经济要不要衰退 或者说降期循环到末期 升期循环到末期 基本上确实了 如果你相信美国不会违约的话 基本上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稳健的商品 好那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这个增购钱应该享用公开说明书提供大家参考 谢谢育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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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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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